衛福部公布2021年十大死因 癌症蝉联40年榜首 医师第一线观察 许多患者因为疫情延后就医 让病情持续恶化 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病人 就是突然来他就是肚子痛 他可能有些症状 可是都没有来就医 那经过这一两年来 你看那个癌症就可能变大了 可能从第二期变第三期 甚至第四期 我们也有病人一来 他肠子就破掉了 已经肿瘤堵到破掉了 十大癌症由肺癌和肝癌 持续排在前两名 前列腺癌、胰臟癌、卵巢癌 则是排名往前 其中胰臟癌更是不容易被诊断 医师提醒 有胰臟癌家族史的民众 就要特别留意 那目前国际上的建议是 如果你有两位以上 同一侧的亲属 有胰臟癌 那就建议 大概50岁左右 就要开始 接受胰臟癌的筛检 那筛检的工具呢 目前认为 其实一般的腹部超音波 是不太足够的 就是可能需要使用到 核磁共振 或是内饰筋超音波 下收血压标准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十大死因 第六名是高血压相关疾病 死亡人数增加 百分之十七点六 排名上升一名 医师分享 全台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随着年龄增长 高血压发生率变高 甚至因为疫情 让高血压患者 没有按时服药 影响回诊时间 说在今年的所谓的台湾的高血压的一个治疗指引上 也从一百次下修到一百三左右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说 其实高血压引起的所谓病发症跟死亡率有增加的趋势 高血压性的病发症就会突然的上升 像是心肌梗塞 脑中风 甚至像大血管的疾病 主动脉玻璃等等 都会这样发生 就会突然的上升 户外活动的时间变短 那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子 就是生活的习惯上会变得比较静态一点 那血压有可能跟着会稍微高一点 医师建议有高血压疾病的患者 即使在家还是要保持适当运动 别让疫情别坏了身体 当然新闻网易提示英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